我曾经跟林青霞,王妃,张国荣打过麻将 我有一个拿奖无数的影帝老公 这个拼不过你 说起刘嘉玲与张伯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两人能算得上中国香港女性的佼佼者 她们早年都曾拍出经典的作品,自身流量也很高 而且她们的婚姻,一个嫁引地梁朝伟,一个前夫是谢霆锋 两个在娱乐圈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男人 所以刘嘉玲与张伯芝也是备受观众的关注 刘嘉玲的脾气有点怪,她有很严重的洁癖 据说舒淇曾去刘嘉玲家中做客,借用家中的卫生间 有洁癖的刘嘉玲把厕所砸了,重新装修 即便她脾气古怪,但是她的人脉还是很广 刘嘉玲跟王妃就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两个人爱好相投,都喜欢打麻将 而且王妃的演唱会,刘嘉玲也很少缺席 两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自然不必多说 而提起王妃呢,大家也都不陌生 王妃的现男友是谢霆锋,而谢霆锋又是张伯芝的前夫 三个人的关系简不断理还乱 所以刘嘉玲与张伯芝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两个人的恩怨可以追溯到最强喜事 原本这部电影的女一号是刘嘉玲 但后面却换成张伯芝 而且制作方给张伯芝开出的片酬比刘嘉玲好好多 这无疑是打了刘嘉玲的脸 娱乐圈就那么大,刘嘉玲与张伯芝的交集自然不会少 一场综艺节目中,刘嘉玲与张伯芝两人就同台了 一起玩一个我有你没有的游戏 大家的好胜心都很强 刘嘉玲说道,我有一个影帝老公 我还与张国荣王妃一起打过麻将 王妃张伯芝、谢霆锋这段轰轰烈烈的三角恋纠缠了几十年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家喻互相 直到现在他们三人只要有一个人出事 三人力马上热搜 所以平时三个人都很低调 刘嘉玲真的是哪壶不开铁哪壶 她的这一戏话无疑是在张伯芝心中 狠狠地插了一把刀 果不其然张伯芝脸上露出了难堪的表情 不过下秒张伯芝的回怼 却让刘嘉玲当场嗨一脸 张伯芝直接怼道我有两个嗨字 这句话一出网友都直呼绝了 隔着屏幕也能看得出刘嘉玲有多尴尬 我们都知道梁朝伟和刘嘉玲 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非常稳固 两人恩恩爱爱了几十年 但至今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虽然梁朝伟一直表示自己想要丁克 但是刘嘉玲作为女人 怎会不想要个孩子呢 在胡君的儿子康康七岁生日宴上 刘嘉玲认了康康当干儿子 一高兴还送给康康一套200万的道豪宅 但干儿子毕竟不是亲生的 没有孩子却一直是刘嘉玲心中的遗憾 而张伯芝在2018年承认了第三子的存在 一时间舆论哗然 要知道张伯芝和谢霆锋离婚以后 独自将两个儿子抚养长大 但其妈妈带大的两个儿子 已经十分不容易了 张伯芝竟然又秘密带下了第三个儿子 很多人都不理解张伯芝的做法 更不理解的是 至今都没有孩子父亲的官方消息流出 大家只知道小儿子随母姓张 明李成 关于父亲信息之项则是完全空白 可见张伯芝在这方面的保密工作很到位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可以看得出张伯芝与刘嘉玲 前者虽然有孩子陪伴 感情却不堪入目 后者夫妻恩爱和睦 却没有孩子 谁也不知道两个人该是 谁羡慕谁呢 得到